小紅包 由中華全靈教育協會 嘉義城隍廟和福天福基金會 主辦的第三屆城隍幼名文昌護子 公益鼓勵抓州活動 2021年3月6號 在嘉義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舉辦 邀請了40個親子家庭參加 滿周歲的孩子 穿上壯圓帽和虎鞋 通過文昌君望來聰明們 希望聰明健康快樂的長大 嘉義市長黃敏慧還送上小紅包 帶著家長跟孩子過聰明們 現場的氣氛相當溫馨快樂 我會記得我們一個小孩生出來 對於出席和媽媽和四個月 受孽甚至多少 每一個階段都有每一個階段 它的重要意義 雖然是一個典禮 但是這個典禮是全然的愛 跟很幸福 以及我們做家庭 或是周遭的所有的親友 大家人都會疼熱 黃敏慧市長至此表示 孩子一出生 每一個笑容跟片段 都是家人最珍貴的記憶 所以才將滿月 休閒抓周這些重要的時刻記錄下來 留下滿滿的感動 陳華廟董事長賴永川也表示 陳華廟最愛孩子 今年已放滿鳳梨的聰明們為孩子祈福 讓小朋友開智慧 全家好運旺旺來 也贈送鳳梨給參加的家庭 一起支持農民 遊樂園親子館的館長 翁梨明也強調 防疫的重要 大家一起開啟我們的聰明們 一起參與聰明們 讓我們陳華廟文湯君來為大家加持 祝福大家平安 喜樂 謝謝大家今天的支持與莉莉 抓周代表著每一位家長 對孩子的期許祝福 選用的道具包括筆 算盤 錢幣跟書 有吉祥六六大順的含義 這次的活動還開放了十組名額 讓弱勢家庭免費參加 報名費也捐給嘉義陳華廟做公益 讓大家除了能夠體驗 傳統的抓周文化之外 更可以一起做公益 記者吳瑞欣 姑世生嘉義報導